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們講的Banryu 有沒有東西我們要補充一下? 其實也有無聊的東西要補充 上個星期我們講到 美國去探測Banryu這個小行星的計劃的時候 就有些初步的結果 發覺上面有些碳和水份 其實我們很期望它有更加好的結果出來 但是一直都沒等到 因為從它拿到下來到現在 都加了兩個星期 其實都很久 原來剛收到的消息就是 原來搞了那麼久 那個面蓋上有一些小行星的塵埃的成份 那裡我們看得到的 在那個蓋上 你可以想像整個包裝裡面做的包裝 但是你打開第一層包裝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樣本在這裡 但是最重要的樣本是藏在裡面的罐裡面 還有更多 現在很活該的一件事就是 竟然搞了兩個星期 還沒打開到的罐 所以我一開始猜測他們是不是實驗上 要預備樣本那裡煩 原來就是連打開的蓋也沒打開到 所以這裡大家要再等一等 才看到有沒有進一步的化驗結果出來 那為什麼不可以叫開一本呢? 叫還叫 你在一個什麼環境那裡去叫? 你如果那個工具本身要在一般的工場上叫的時候就不行的 因為我們不想這個工具 這些樣本是受到一般大氣上的氧氣去污染 因為那些氧氣會令它變質 原來它中間你要放在一個密封環境的時候 那個環境裡面一定要保持著100%的氮氣在裡面 於是我們就希望那些樣本就不會跟那個實驗室環境的氮氣有任何反應 於是就保留到不會有什麼污染 如果你真的要考慮將這個東西轉移去另外一個地方 拿另外一個裝置強硬撬開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那部裝置本身就是一個正常的實驗室環境 就會有些氧氣在那裡 那大家就預料會受到某一些的污染在那裡 那就會影響到那個結果 那現在他們想不想到什麼辦法怎樣去開它呢? 那暫時沒有什麼消息 就算我們有那把螺絲批 但是叫不開 因為它有三十多口東西要扭開它 但是總之現在就是開不了 那大家就要慢慢等了 這個證明就是有時候那些很聰明的人在某些情況之下都是很蠢的啦 就是這樣說啦 就是有時候你預算的東西是應該要撬得開 但是不知道中間放了什麼就令到你無端端撬不開 這些都沒有辦法的啦 那我們講完這個就翻譯三文之後 我們講了第四節的題目了 我們在宇宙裡面我們聽我們在地球裡 我們收到什麼宇宙的訊息呢? 很多時候你如果只是地球的地面又收的訊息有限 因為我們的大氣層會隔了某一些的訊息 那很多時候就是你依靠人造衛星去探測 這個來自宇宙不同種類的訊號的 而其實我們盡量是想什麼訊號都聽的 那如果你說高頻率一些 講一些很強的X光訊號 就幫我們去找到黑洞在哪裡呢? 如果找到一些很強的加碼射線爆發 就可以幫我們找到一些超新星的爆發 或者是講那些一些比較強勁天體的撞擊 譬如宗子星和黑洞那些天體的對撞 就會找到這些 就會透透過加碼射線爆發 來幫我去找到出來 那如果有一些是純粹超新星爆發的 就算在可見光譜 我都會看到很強的訊號 肉眼都會看到 甚至乎是 那好了 在整個電磁頻譜裡面 會不會有其他種類的不同的訊號 會突然之間爆發的呢? 其中有一樣我們以前有提過 但是著墨不多 因為我們對它的了解也不是很深的 但是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一直以來都看到很多的叫做 是一個電波頻譜的一種爆發 而且它的速度是很高的 就是那個速度不是傳播過來的 速度是它的歷時很短的 是一閃即逝的意思 如果想起我們講到加碼射線爆發的那些東西 它歷時可能是幾秒鐘 跟著那個加碼射線的訊號就會不見了 如果你說超新星爆發那種可以肉眼看到光的訊號 可以歷時說幾個星期 我們都還可以可見光看到 然後那種X-ray的 那種X光訊號 從那個黑洞出來的那些 你一直都會看到 因為你一直有東西掉下去的時候 都會放出X光 但是有些事情如果它是那個時間是很短促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往往我們不太知道它那個原因是怎樣的 就是再說回 你X光來自黑洞的X光訊號就是因為它一直有東西 一直掉下去 所以那個訊號就是源源不絕的來的 對於那些超新星爆發 你那個爆發是歷時是幾個月的 那它就於是乎一直那幾個月都會發光 很多時候就是那件天文事件是歷時多久 就可以告訴我它那個訊號可以是歷時多久 但是有一種東西很有趣叫做Fast Radio Burst 它是說一些比較低頻訊號 但是突然之間它有一個很強度很高的低頻訊號 中間歷時是只有以毫秒計 千分一秒那麼短的一種這樣的電波訊號的爆發 我們是看到有 但是我們是一直到現在為止都不知道是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一種天文上的機制 可以幫我解釋到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大約去了解到就是什麼呢 它原來跟一些比較加強版本的中子星 就是一種叫Magnetor 一種磁星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這種Magnetor 這種星 它是那個磁場比起一般的中子星更加強 它那個質量也是比較 比中子星偏大偏重一些 它那個的轉速也會更加激烈一些 磁場也都厲害一些 有人甚至乎說它的外殼就會再有一些特別的結構 那就是說這種叫磁星這件事情 就似乎特別跟這種叫Fast Radial Burst是會有關 那好了有關而已 但是那個因果關係是怎麼樣呢? 它裡面有什麼特別的物理過程 令它可以這樣產生一個極之短促的電波訊號的爆發呢? 是沒有人能夠解釋到的現在 那最近的一次觀測呢 都是講的是剛剛的這個2022年左右 都是有觀測到的 是這樣的 那麼根據新聞看呢 就是這種這樣的電波的爆發呢 我們很近年才探測到就是2007年 那麼要到近年才慘了 那是不是因為它那個持久性是很短 短到我們要用很精密的儀器我們才能夠差呢? 其實是 它那個歷史很短這件事情 還有它是在那個電波的那個頻譜那裡 那就是令到我們一直都沒有很適當的儀器 去將這個信號拿出來 其實都是你剛好如果有一些天文的衛星 你是可以接收到這堆頻譜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意外來的 你可能想去接收某一個星 可能比較近我們的星體 上面的這些電波訊號 但是不小心就突然出現一個很短促 於是我們就開始研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那種發現的故事和我們當初那些加馬蛇線爆發的故事都挺相似的 就是我們剛好放一個儀器 原本不是打算量度這件事情 但是誰知道就不小心把它量度下來 為什麼我們這次就特意拿出來說呢?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事件是發生了的 就是找到一個80億年前的一個這樣的快速電波訊號的爆發 但是它正在對應這個事件 其實是發生在80億年前 就由我們今天去接收到 你想想整個宇宙年齡136億 但是它在8億年前射過來的訊號 其實都算是在宇宙形成一個比較早期的時候給出來的訊號 就是說它穿過了這個宇宙比較廣闊的空間 而去落到這個地球那裡 很特別的就是這個發現的結果 是直接刊登了在科學這個期刊那裡 就是Science這個Journal那裡 當然了 發現一個這麼早的這種爆發 其實原來不僅在天文學上面 在宇宙學研究裡面都有它獨特的意義的 所以這幫這樣的編輯就接受了 刊登在一個很重要的期刊那裡發表 如果你說去到80億年前 那猜不猜到這個訊號它走了多遠呢? 你很天真地想 它起碼就走了80億光年了 但是這個宇宙自己本身在膨脹著 所以你可以給一個下限 它起碼走了80億光年 很有趣 有一些東西它是距離 我們現在的宇宙是136億歲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那個宇宙的範圍的半徑 是去到300多億光年的 但是不代表有一些宇宙邊緣的信號可以超光速來 而是因為它一直向我們發射光線的時候 宇宙自己也都在膨脹著 於是距離就拉長了 這裡就另外一個關於宇宙學自己本身的一個故事 現在它在這裡就是說 這個事件是發生在很早的 就是80億年前 它穿過的宇宙空間 是可以以數十億光年去計算的了 就是說中間它穿過的東西曾經是一些密度很高的地方也都有 或者是一些很透明的地方也都有 於是乎來到地球那裡 而且我們能夠去找到這些信號 去找到越來越多 而且不只是在我們附近 而且很多在宇宙不同的深處 甚至乎宇宙越是深處的地方 正在對應那個事件也都發生在越來之前 因為那些越遠的光需要越長的時間才到我們那裡 所以開始現在就是說 有一些研究宇宙學的人就在想著 我們可不可以利用到去觀測這些這麼突如其來的電波信號 來幫我們做到一些其他的宇宙學或者天文學的研究呢? 在天文學研究範疇裡面很多時候有這樣的事件去發生的 其中有一種我們研究一些就來垂垂老耳 就來要消逝的一些星體呢?一些叫做變星呢? 那它最後就成為一個幫我去研究 量一下宇宙的東西是距離我有多近多遠的一個很好的工具來的 就是我們藉助一些天文現象來幫我們去做一些更加複雜的 宇宙天文研究是經常發生的 那現在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是找到一個機會是利用這些這麼短促的電波爆發 來去幫我們去開啟另外一門研究這個宇宙學問 就是提供另外一方面的證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直接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個2022年這個這樣的電波爆發 這個80億年前的電波爆發這個事件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那個訊號它有走的不會減弱不會消逝的嗎? 會的 但是就是我們它這麼弱 我們都有足夠靈敏的儀器去將這個訊號 pick up 到回來 那這個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好 那它就是宇宙裡面 如果譬如我們在地球或者我們再遠一點點 其實我們收到幾一類不同的訊息? 你可以說理論上所有電池頻譜的東西你都可以收到下來的 我們譬如說 只不過就是你看不同頻譜的東西 你可以對應到不同的天文現象 譬如我自己會很期待一種譬如軟紅外線的分布 它會說很多給我聽 就是哪一些地方 它其實你以為沒有物質 但是它有一些暖暖的物質在形成著 這個譬如James Webb 它就會很厲害去做這件事了 但是如果你說電波頻譜 又很有趣了 大家可以回應我們第二節講過的東西 我們收音機的訊號就是這些電波訊號來的 這些電波訊號很多時候它會和某一些的 星際氣體裡面的元素是有一些的反應的 譬如說我們那個太陽的大氣 它都可以由研究太陽那個大氣上面光的頻譜 幫我們找出上面有氫的元素的證據在這裡 因為那個太陽上面的大氣 它是會給太陽自己的氫去散射了一部分 某幾種的光它會散射走了 於是留下了一種信號在太陽大氣上面的光譜上面 我們就認到有氫氣存在過的痕跡 那會不會 這裡就要留意了 電波訊號它如果能夠和這些很多不同的元素 有相互作用的時候 它就成為了一個探測 我們這個宇宙空間會不會有其它納納納納 就是元素的其中一個很好的工具 就是如果你想 加碼射線它穿透力很強的 它很容易當很多東西是透明 這樣就穿過了 射穿了就算了 X光也是 紫外光也是 但是反而這些比較低頻的光 它如果有能力跟某一些元素有一個量子的作用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一個幫我去探測某一個特定空間 它又沒有某一些特定元素的一個好的工具 這個也是給這些天文學家去看中了這個潛質 那大家就會開始想了 如果我能夠繼續搜集多一些 在宇宙深處發生在很好的時期 這些這樣的電波射線爆發 然後研究一下這些電波射線裡面的信號 會不會有一些更加細緻的信號給我們看到 甚至乎那些信號是告訴我 它中間有什麼元素是穿過過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成為了一個新的工具 去研究一些宇宙很黑漆漆的空間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明明有東西的地方我們看不到 但是可以透過這個研究 電波射線爆發來幫我去找到這些信號下來呢 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宇宙裡面會不會明明有很多的物質 在我們一路的認識裡面 我們原來很大意地沒有好的工具 幫我們去令他們現形去數出來 原來就是很多地方是黑漆漆的 原來有很多東西的 那些黑漆漆的地方有東西沒有東西 我們一直不知道 我們一直假設它沒有東西 但是原來是有很多東西的時候呢 會不會幫我們更完美地去解釋 我們現在宇宙那種物質分佈的狀態呢 那可以就是說這種天文的現象 跟我們的宇宙學研究連結的地方呢 那這個電波射線爆發可能會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那我們完成了今天的細節 我們接下來就是科學回憶錄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